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五四十六节 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 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 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 买了这颗珠子 寻找的原文可以翻译成找寻找 但是这里的寻找有渴望寻见的意思 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七节里 提到阿尼瑟姆 返岛在罗马的时候 殷勤地找我 并且找着了 表明阿尼瑟福寻找保罗 不是随便找一找 乃是殷勤地勤勉地认真的找 寻找原文的时态是现在分词 表明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动作 因此这个买卖人 这个生意人 他寻找好珠子 他寻找天国 是认真的持续不断的在找 在宝藏和寻珠的比喻当中 当一个人看到天国是宝藏 是重价的珠子以后 他就会变卖他一切所有的 去得着天国 而在宝藏的比喻中 那个人甚至是欢欢喜喜的 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地 这让我们想到 我们有没有看见基督和他的国 是这样的宝贵 值得我们变卖一切所有的 不惜一切的代价去追求呢 在这里的天国好像可以应用在 卫信者和基督徒两者上面 对于一个卫信者 当他的心灵的眼睛被圣灵打开 他也就会看到 并且认识到 主比一切都重要 我们下期再见